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我是戴立岡 欢迎收看新闻龙卷风 穿越剧只会发生在电影当中 穿越剧只会发生在连续剧当中 但是穿越剧会发生在我们真实的世界当中吗 你一定说不会 可是在2013年的9月6号 周杰伦的演唱会 我们注意这个演唱会的场子 这个场子上面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 而这位嘉宾是谁呢 大家听到了一定认得他 他就是邓丽君了 可是你一定会想说 为什么邓丽君会出现在周杰伦的演唱会场当中呢 20世纪的天后邓丽君 加上21世纪的天王周杰伦 普出的这一段美美的歌曲 你一定会认为说 那一定是唱那1995年之前的歌 错了 不是唱的可是周杰伦的新歌 但邓丽君怎么会唱周杰伦 在2006年的歌曲呢 而其中究竟这个奥妙 是怎么样产生的 而这样的时空穿越 是如何发生呢 我们今天要来揭秘 请到几位来宾 资深媒体人江中博 你刚刚观众朋友晚安 资深媒体人彭华干 你刚好各位晚安 资本文化社社长刘灿荣 你刚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杨顺青 你刚好大家晚安 还有资深影剧记者年长玉 你刚好大家好 邓丽君出现在我们眼前 出现在那台北的舞台上面 大家都觉得说太不可思议了 邓丽君没有过世 但是观众朋友 这一次你没有听错 邓丽君真的就到了周杰伦 摩天伦演唱会 9月初的时候 他在小巨蛋办了这个 摩天伦演唱会 你看现场好多观众爆满 结果呢 怎么可能 真的 周杰伦这个时候 一开始还卖关子 他只跟观众朋友说 接下来我要唱的歌 你们的父母一定很喜欢听 他要唱什么歌 他要唱的就是我刚刚开场白唱的 你怎么说 你看 立冈 这就是你刚刚讲的 21世纪的天王周杰伦 今年才30多岁啊 是不是 是周杰伦没有邓丽君啊 你看他现在看新下面舞台的 这些观众 他最喜欢跟他的粉丝搞互动了嘛 你看他穿的这样子 非常地有一点类似这种 黄金甲的战袍 很Rocker 对不对 但是却秀出了他的八块鸡 你看他这样子一直唱一直唱 观众朋友这样子看 你一定以为这首歌 他会把它唱完吗 我跟各位说 没有吗 你一定要把你的视觉 留在这个画面上 因为等一下唱到一半的时候 他后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屏幕 会打出他对邓丽君这位天后的一种 寝慕与思念 真的吗 你看 后面来了 我曾经幻想 如果我能穿越时空 回到30年前 跟他就是指邓丽君合唱一首歌 就在这个时候 结尾写着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 欢迎邓丽君 成真了 怎么可能 不可能吧 我跟各位说 你看看这是真实的画面 这不是播放MV 也不是找了一个像邓丽君的人 来模仿 都不是 今天你怎么说 你说过两天来看我 你等就是一年多 三百六十五个日子不好过 你心里根本没有我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呢 李宗盛 怎么可能啊 不然你现在看这个画面是假的吗 我跟各位说 我们先来描述一下邓丽君 他当时出现的一个状况 他穿的全白的旗袍 但是你看 从胸部以上是镂空的耶 而且从腰上到脖子中间 还有很多的红色的碎花 这白色的旗袍 好性感的旗袍 他以前没穿过这样的旗袍 而且开叉开到大腿这边 你怎么看你都会觉得 这个邓丽君他怎么保养得这么好 都没有岁月的痕迹留在他的身上 所以当时他一出来唱这首 你怎么说的时候 把现场观众一开始 先激出了他们的尖叫之后 全部就开始鸦雀无声 因为他们都无法置尽 他们引擎所看到的这一幕 不可能的事情 完全不能相信 穿越剧怎么会发生在 我们台北的城市当中 不可能的事情还在后面 接下来他演唱的是《红尘客栈》 因为他要让观众朋友知道一件事 刚刚那个你可能会误以为是MV 但现在唱《红尘客栈》 你要怎么说 这首歌是新歌耶 对啊 不可能 太好听了 尽管立冈你继续说的你的不可能 你去揉你的眼睛 在千里之外的邓立军来了 邓立军真的出现了 看他那演唱会场合当中 邓立军真的出现在演唱会场合了 他现在不就是唱千里之外吗 是在哪里自信啊 你今天钟姐能跟斐玉军唱千里之外 你今天跟斐玉军唱千里之外 没有人会觉得怪嘛 因为斐玉军他还健在嘛 但你跟邓立军唱千里之外 那真的是让现场所有观众朋友觉得 不可能 不可思议 好 我跟斐玉军说 这个一个多月前的 柏天龙演唱会 周杰伦他从一开始卖关子 唱出了邓立军的歌 接下来一口气跟邓立军 连唱三首 然后化为一缕清烟 快要消失了 快要消失了 快消失了 好 最后消失在那古色古香的 古宅大门口 消失在舞台当中了 对 这就是周杰伦他要呈现给观众朋友 看到的这样一个不可思议 穿越三十年时空的巨星呈现 到底他怎么办到的 我也很好奇 是谁 究竟是谁 谁让邓立军出现在那 2013年的台北城市当中 是谁让邓立军出现在那 周杰伦的演唱会当中 看看他的声音 听听他的声音 你决定 你确定 你一定确定 这就是邓立军了 这是一部穿梭时光机 对不对 你知道打造这个时光机的 是什么样的团队吗 例如刚我讲两部电影 你就会心里有数了 叫做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班杰明那部电影 的后制团队 再加上变形金刚 大家就已经开始有点印象了 原来是这样的团队 来打造这样的特殊效果 所以你的意思说 是由好莱坞的特效团队 可以打造出这样的特殊效果 最顶尖的公司叫数位王国 Digital Domain 它是一个在好莱坞 已经享誉多年的特效公司 可是这个公司遇到了 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就是邓立军的一评一笑 为什么 因为去虚拟这样的人 你必须要有什么 你必须要有影像跟声音 两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 会把人给搞死 把技术专家 给搞到头昏脑炸 所以周杰伦 这次耗费400万美金 你注意哦 画面当中 要弄个程式出来 是很容易的事情 程式是个死的 程式就是一个样板的硬体 可是要弄一个 栩栩如生的人出来 不容易耶 而且重点 还不是在电影当中呈现 而是在这舞台上面 栩栩多多 一万多名观众 看到那邓立军 栩栩如生站在那里唱歌 你讲的完全正确你知道吗 你可以弄变形金刚 那都是没有血跟肉的 可是现在周杰伦 拜托你们打造的是什么 是华人共同的回忆 是20亿华人的记忆 华人闭上眼睛 都能够知道邓立军唱什么歌 他的歌声怎么样 他的长相怎么样 他的笑容怎么样 这些东西都是 没有办法骗人的 你如果做不好 就像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上 这个邓立军 如果有任何闪失的话 那你就完蛋了 这个技术多么困难 他必须是要在演唱会的舞台上 用4D投影打出邓立军的影像 然后这个投射在曲面的锯子 薄膜上面 这个人才会真实 不然你会看到一个平板的人 而不是一个立体的人 还要再加上什么 非常精密的光源投射 才能使WG的这一个 好 本尊也好 分身也好 观众只相信你看得到的是本尊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去想想看 这是多么难的事情呢 是啊 好 我们就先来讲 其实最难的第一点就是眼神 眼神只要对就成功一半了 眼神如果不对 就统统都完蛋了 对不对 好 知道吗 专家他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他最重要的是与观众互动的眼神 这个我们都知道 每次邓立军一演唱的时候 都能够用甜美的笑容 跟他眼波流盼 就能够振折人心 对不对 他看到观众喜悦 他也会有feedbacks 对不对 他眼球会回传 所以眼睛看的方向 眼球移动的方式 所以你说连眼球都要设计 细腻度要细腻到 那样的眼球转的方向 让观众都可以觉得 他在真正的用眼睛对你唱歌啊 没错 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们甚至考虑到眼睛的明亮度了 不能太亮 也不能太暗 你暗沉就知道这个人是假的 好 那除了眼神的问题解决之后呢 解决之后你就要先来解决喉咙了 因为邓丽君常常有一些 比如说我要讲一个音 就是唯异的异 当他唱到这个音的时候 他的喉咙是会有振动的 那他的脖子你就不管了吗 我心里对他细到连他的皮肤的颤抖 都要能够看得出来 对 他的颤抖都要能够做得出来 让人家觉得说 你们的制作团队连这个地方都顾不到了 所以喉咙的颤抖 原来也是设计的重点之一 还有牙齿 他的牙齿最美丽对不对 他最喜欢跟观众互动的时候 露出牙齿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刚才讲 唱一的时候 牙齿就跟着露出来 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喉咙 这个通通都要match 你才能够过关 才能够通过考验 好 我跟你讲 那个动画师史丹曼说 光是看这个 看邓丽君的演唱会 他看了一万分钟 他才做出来的你知道吗 史丹曼说 这个我跟你讲 我们根本不懂 看了这么多的时间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把邓丽君的整个神韵 全部印在他脑袋当中 才做出这样的场景 不懂中文的美国技师 你不是要他们的命吗 对不对 可见团队是多么的用心 好 再来讲到头发 每次的转身 你要知道 就是说邓丽君的转身 其实他的波动是很少的 就是因为少 所以难 为什么 因为他一晃动 头发怎么动 头发会怎么飘 这牵涉到复杂的力学 所以他们总共绘制了 7000副的动画来仿真 到底哪样才是最真的邓丽君 而不是像做钢铁人 或机器人那样 这么容易就可以做出来 最后最后大家觉得想不到 皮肤的颜色 你知道吗 要扫描邓丽君生前的颜色 一定要找一个人来扫描 谁 他的侄女 找到邓丽君的侄女 特别找到这个人 你才有仿真的 那个基本原型 对不对 再由侄女的妈妈 还有邓丽君的哥哥 认证指导过之后 整个皮肤的颜色进行对照 才会成功 大家想到没有 所以数位王国这个公司 帮周杰伦打造这次的盛宴 是花了多少的心血 我曾幻想 能够穿越时空 回到那30年前 和那邓丽君合唱一首歌 那是多么荣幸的一件事情 看看周杰伦的演唱会上面 打出这样的字幕 邓丽君在所有的华人心目当中 有一种深刻的印象 但邓丽君的歌声 为什么能够缭绕在那13亿的华人耳中 而余音落凉 三十年而不绝于耳呢 邓丽君升职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这么多年 始终没有办法忘记他 可是你要copy他 你要把他再复活 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 立刚 你知道男在哪里吗 男在哪里 为什么邓丽君就像一个 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 从以前到现在 他热爱他的粉丝 已经都知道 邓丽君就是 站在那边 就是非常非常端庄的 就像个仙女 然后表情不多 歌声很美 笑容很美 可是他顶多就是这样 这样 然后微笑 下来跟大家握手 他就是这个样子 你说他的仪态 就是非常的优雅 像个仙女一般 对 就是这样不食人间烟火 然后就是微笑甜美 然后顶多就下来 跟大家握手 只有这几个招牌动作 他的重点就是他的声音 刚刚就像华干讲 微笑漏齿 就这样而已 所以你要把他大复活 你要用3D重现他 非常非常困难 他不像说以前的帽子 整个凤灰飞 我可以帽子这样甩来甩去 对不对 有招牌动作 有很多的动作 你不像以前的那个女神 吹鸡 吹台鸡 她是有那个牛酥 然后动感这样子 那就很好copy 很好地把它原音重现 可是Teresa Deng 非常困难 因为招牌动作不多 所以你要把它这样子 你要光是要抓 她几个动作 就抓得非常非常困难 她也不像说 像我们现在的Jolene 可以跳钢管 阿妹有她的那个 那个Rock 这样很多的动作 完全没有 所以你要Teresa Deng 大复活 其实动作上面 是最大最大的难题 好 那除了除此之外 她这个 为什么 最近我们说是 邓丽君的这个年代 为什么 除了周杰伦 让她原音重现大复活 我们的金马奖也来了 金马奖 金马50 最近有个广告出来了 竟然也是邓丽君 对着大家讲说 欢迎来到金马奖 金马奖 原来 这样用邓丽君来做宣传 对 又是原音重现 因为这是她在 十七届金马奖的时候 曾经讲过一段话 就是欢迎你们来 金马奖等等 这一段话 今年金马50 再把她原音重现 所以大家会觉得说 最近看电视也好 看演唱会也好 就是邓丽君 一直在重现大家眼前 栩栩如生 真是把大家真的觉得 天哪 邓丽君真的回来了 邓丽君真的穿越时空 来到台湾了 太厉害 太厉害 好 邓丽君我们在想说 以前有多红 红到什么程度 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 我们在报社里面 还有专人 专线 专场跑邓丽君 为什么 他有很多的 就为了一个邓丽君 邓丽君 就为了邓丽君 还有一个专门的 一个记者在负责 对 为什么 因为他经常每年 会有一次或两次 从海外专程回来 因为他要开演唱会 或是烙军 我们要专人跟他去烙军 然后烙军的所有细节 点点滴滴 你都必须很仔细的报道出来 那简直规格跟总统一样 除了什么军机战机 出动之外 我们要专人 专线 专门跟着他 因为那是等于是 国家大事 还有那个时候 我们说他红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我去坐游览车 以前有游览车 什么灰狗巴士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们一上那个车子 放的就是邓丽君的音乐带 对不对 你当你有记忆 就从头 比如说我坐到高雄 沿路就一直听 邓丽君听去 有时候我从高雄再坐回来 又是放邓丽君 然后就是某一年的演唱会的片段 那是很有卡带 对 然后就是架起都会放那个邓丽君的歌曲 然后你每逢什么中秋节 过年 农历过年 就是邓丽君的那个特别专辑 这样播出 然后收视率就碰到很高很高 就变成说你逢年过节 重要节日 你一定要有邓丽君陪我们过 当年是十多年都是那个样子 直到他过世之后 他怀念的更厉害了 那我们再说他除了台湾红 大陆红 他大陆没去过还这么红 他在海外为什么 这个是邓丽君在 85年 86年跟91年 连续三届登上了日本的红白大赛 他上红白大赛 红白不容易 而且是唱的是压轴 而且是每一 你看连着两年 再接下来 是点名一定要 特丽莎邓一定要来 要不然撑不起场面 要不然收视率会不好 而且你看他也是一样 端庄像鲜鱼打扮去 而且跟他PK的 因为是红白大赛 每一年邓丽君就是收视的焦点 而且他一去造成这个 包括海内外就是很多的新闻报道 所以他是非去不可 而且是创造连续这样子是 华人里面 台湾歌手里面 只有他有这样的身份的名位 那周杰伦很聪明 会运用邓丽君的影像 这样子出现在他的演唱会 把所有观众的心 全部都拉回来了 当然讲 我如果能够回到30年前 我希望跟他唱 可是大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可是他圆梦了 我们就来讲说周杰伦 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商业头脑 真是商业头脑 为什么 他说周杰伦是magic 魔幻秀 果然把一个魔术变回来了 周杰伦其实这几年 他非常非常大的商业头脑是什么 包括千里之外跟谁唱的 那个 费玉清 对不对 那时候想说周杰伦 因为唱年轻的 费玉清是 对不对 这都不动 完全是不同调性的 两个一结合对不对 有如古今这样穿梭 而那个歌你看 一个是柔美的声音 一个是比较年轻的这种 新一辈的唱法 结果大麦 登上了中央台的那个初碗 对不对 造成多大的轰动 周杰伦又跟粉丝又更接近了 好 接下来连我们的 也算国宝级的 二姐江慧 也出现在周杰伦的演唱会里面 这又是很大很大的麦名 江慧的周杰伦搭 实在是一个很特别的 对啊 一个台语天后 一个是我们新生代的这个天王 这两个也搭起来了 飞玉清也搭起来 好 那你还能想出谁来呢 海维沙灯已经过世了 梦想成真 所以周杰伦真的是 非常非常有商业同好 但是我觉得也要感谢他 你看看台下 我们刚刚一直看一个画面 就是邓丽君的哥哥邓三哥 一直在台下 你知道他看了邓丽君 那样复活那个眼神 邓三哥是那种欣喜 跟着唱 你就会觉得说 你圆了邓家的梦 你圆了所有人的梦 而且邓三哥说了 可能明年2014年会有什么 会有邓丽君演唱会 也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 钟伯在给我们看那个画面 有没有 特丽莎邓重现了 皮肤更漂亮的样子 那样子的特丽莎 可能明年会办个人演唱会 一场专属她的90分钟的 16首歌的 等一下 你是说有邓丽君的 专属的演唱会 对 就是刚刚 但是相似度的话就应该很高了 几乎百分之百 他们要调整 就是说这次 他们说有一些动作什么不太够 或是有一些肢体 可以再丰富一点 我们刚刚讲 其实她肢体并不太多 这一次花了一亿嘛 可是效果真的太震撼了 观众好爱好爱这个 特丽莎邓重现了 老一辈 新一辈 中一辈 都爱这个特丽莎邓 好 邓三哥在台下看了 真的是欣喜缺耀 然后她就承诺说 其实明年可能会有 邓丽君的专属演唱会 90分钟可能唱16首歌 句句 就是她经典歌曲会重现 然后里面的特丽莎 就是从刚刚那个原型 再去精进演化 更漂亮 更逼真 可能动作会更多 所以要锁定明年2014年 可能我们会触摸得到 听得到更 其实就是更真 更真实那个邓丽君 要重现在我们大家的眼前了 邓丽君的演唱会 明年有可能出现吗 大家都非常地期待 但这一次 周杰仁让邓丽君复活了 大家看到那邓丽君的身影 大家听到那邓丽君的歌 可是有一首歌很奇怪 周杰仁的歌 邓丽君怎么可能会唱呢 但是里面这整个演唱会当中 邓丽君真的唱了周杰仁的歌 可是为什么他会唱呢 有什么方法让他能够复活 而唱到周杰仁的歌呢 其中一定有些奥妙存在 奥妙可大 刚刚讲到这四位王国 有办法仿造邓丽君的头发 眼睛 鼻子 皮肤 甚至动作都一模模一样样 是 但是刚刚我们想到 邓丽君以前他能够声音重现 都是他讲过的话 说过的歌 对啊 包含连唱歌的话 演唱会要能够重现 一定也是他以前的歌 他今天表演这三首歌 你怎么说 无庸置疑 他唱过的吗 接下来 《红尘客栈》 这是他十二星座专辑里面的歌 千里之外 2006年他跟 这个费玉清唱的歌 那你这样讲 那这两首歌就有问号了 对 到底 这问号究竟大了 那他怎么会唱这两首歌呢 好 大家就开始怀疑 既然这个素贵王国 他有办法复制这种 圣灵素的身形 样貌 皮肤 那他的歌声 可不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歌声 的确 那我们来听听看好 想象的声音像不像是电脑火车 因为我们再猜 我们现在科技有到这么进步吗 可能吧 细腻到这样子 你听起来那声音就真的是 邓丽君原本的歌声 不用置疑 我告诉你 科技王国 这素贵王国 曾经想要模仿 这个邓丽君的声音 的确将它原音重现 那会不会就是拿旧的带子来剥呢 但是 但是 但是怎么样 素贵终究还是比不上人声 发现你在素贵再怎么样模拟 都没有像邓丽君原来的声音这么好听 于是记者 赛后就在这个演唱会之后 就问了邓长富问说 请问一下 他的声音怎么来 这邓丽君买了一个关键 但最后还是被我们突破了 我告诉你 他的声音从这里来的 等一下 这不是一个小村落吗 这是一个湖北的小村落 他的声音怎么会到了 湖北的小村落里 这要归功于邓丽君基金会 有一个基金会 这个只有邓长富先生 特别仇视一个基金会 他为了要重现邓丽君的歌曲 重现邓丽君的声音 于是走遍海内外 就要找最像邓丽君的人 于是在这个湖北小村里面 找到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唱歌就跟邓丽君一模模一样样 真的吗 的确 而且呢 为什么会用一样呢 因为这名十几岁的小女孩 其实妈妈本身就是邓丽君的歌迷 对邓丽君的歌曲生平如数家争 他从小到大是听邓丽君的歌长大 再加上他天目异比的歌声 于是二话不说 邓长富马上将他签约签下来 就签给了邓丽君文校基金会 把他签下来 现在之后要做什么事呢 负责未来重现邓丽君的歌声 给大家听 从来没有曝光过 第一次曝光 就在周杰伦的演唱会 重新重现出来 然后大家就问 请问一下 既然他的声音这么像的话 长相像不像 长相 就像 但是唯一有看过就是这位邓丽君 所以现在还是机密 对 他卖了一个棺子 他说长相不重要 的确也是 应该是不太像 但是就让他的声音 搭配这么样的数位科技 听说刚刚讲到明年 听说第一场演唱会会开在哪里 开在澳门 会有一个全新的4D 邓丽君演唱会再次建成 邓丽君的歌声 大家听了觉得 有没有觉得非常地熟悉呢 邓丽君的歌声能够再重现 这是大家所期待的 但你有没有注意到 电影里面 夜问 夜问打的是什么拳呢 永春拳 可是呢 现在啊 同门师兄弟 起了大内讧咯 休息一下 来告诉你